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 2点48分 果然杀尾盘 早盘还不错 早盘一直在撑 可是撑到12点 我当时在现场看的时候 我大概就知道了 12点撑不住了 为什么12点撑不住 因为早盘一直在撑盘 而国际股市一直很弱势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很弱 亚洲股市的部分很弱 亚洲股市很弱 台北股市一直在撑盘 可是在撑的过程当中 买气又不够 大家不敢对股票 那这样的现象往往会在 12点过后 当冲的买单 就会变成尾盘的卖鸭 所以往往12点过后 那是一个分水岭 如果会上去 都是把人买上去的 如果会杀下来 往往都是当冲 当天找盘的买进 变成尾盘的卖鸭 所以尾盘12点过后 开始一路杀 收盘跌了123点 相对台北股市还是比较强的 还是比较稳的 可是国际股市太弱的时候 台湾也不可能 独立撑盘 我们不可能独立撑得住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跌了123点 我今天会跟大家谈一些 比较关键要注意到的地方 你要用心听 礼拜五美国股市涨477点 可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大跌了 礼拜四的时候 道雄是跌了1861点 虽然说礼拜五涨477点 那个数字是还不错 可是跟礼拜四的比较 1800点比较起来 小屋见大屋啊 小屋见大屋 美国跟欧洲的疫情 让人家心里面不安心 美国是一直压不下来 每天都2万人2万人在增加 所以大家担心整个市场解封之后 大家回到工作岗位 又开始出现群聚 会不会有群聚感染 产生第二波的疫情 这是目前大家担心的 虽然说现象还没有出来 可是市场的反应 都会领先 那大陆这两天 发生了在北京有三十几个 新的确诊病例出现 所以北京出现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多不多 不多嘛 所以三亿人口三十几个算少 可是 因为有新的病例出来 所以大家也担心 北京会不会又来一次 第二波的疫情出现 所以我希望这种联想的情况之下 成为股市的致命伤 所以美国跟中国 美国本来就一直压不下来了 如果连中国也再起来的话 那迹象就麻烦了 所以这种莫名的恐惧 造成今天礼拜一 亚洲股市的卖压 你看澳洲跌2% 南韩跌4% 早盘就已经很弱了 到了下半场卖压更重 12点过后卖压 请潮而出 日本12点过后卖压请潮而出 那12点过后为什么卖压会请潮而出呢 因为道琼的卖压在12点出现了 道琼的卖压原本早盘跌300多点还一直撑住 12点过后道琼开始杀盘 所以把整个亚洲股市给吓死掉了 道琼在电子盘已经跌了800多点快900点了 所以台北股市在最后也撑不住也下来了 今天是一个很关键的行情 很关键的分析 你要仔细听 因为你没有来听我的演讲 我没有办法让你知道很多东西 因为你礼拜天演讲有来的话 今天的行情就很清楚 有来听礼拜天讲座的 今天的行情你很清楚的 你没来听我没办法 我只能用这样跟大家说 这一波普遍涨很高了 台北股市涨了3200点 虽然在排行榜里面是末段班的 可是3200点也是蛮大的幅度啦对不对 我今天跟大家谈缺口 一般缺口出现几种状况 普通突破逃逸捷径 那这里面最重要当然就是 普通缺口跟突破缺口这两个 什么叫普通缺口 普通缺口是五日之内来回补 缺口出现五日之内会补就要普通缺口 那它代表是一个盘局 那如果突破缺口 也可以缺口出现五天之内不补 它就是一个方向的出现 尤其涨高之后如果出现对称的两个缺口 那这上面形成孤岛那就更麻烦 也是一个方向的一个改变 所以当缺口出现之后你要马上去判断 它是普通还是突破 如果普通那就放心 两三天之内缺口就会来补掉了 那航行就在箱形里面 如果缺口出现三天包围掉 那你还注意啊 新的方向就会产生了 这一点很重要 今天特别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这一次的图形 这次的图形 你看前面这里 缺口出现三天不补 缺口出现三天不补 它都是一个多头 这里缺口出现把它补掉 那整个多头暂时停下来变成箱形 所以它这里开始 开低缺口补掉 所以是普通缺口 普通缺口它就是个盘局 一直到这里 缺口出现不补缺口不卷不补 所以这个就是突破缺口 那到这里来之后上礼拜四 礼拜五 出现了一个跳空往下的缺口 这个缺口有105点 105点 如果三天 那平均一天只要三十几点 就能够补得掉对不对 所以要补缺口是很简单的 可是这种简单 如果还没有办法达成 那就要小心了 所以在礼拜五 出现这个跳空缺口之后 这个礼拜其实是关键 这礼拜 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缺口给补掉的话 那么代表着这一波的上涨 暂时会花下休止符 而且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行情 因为这波三千点的过程当中 几乎没有比较明显的回档 所以在礼拜五出现这个跳空缺口之后 今天特别跟大家谈缺口 就让你去注意 这个缺口还包不住 整个盘你要小心 该怎么走你就要怎么走 该走你就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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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去硬撑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讲 六月份的行情 中涨高的股票 你不要去追 四月十七间高点ABC修正过的 大盘好它冲出去30% 大盘如果转弱它会抗跌 所以选择上你要懂得 去避开危险 转进 既可供又可守的股票 我们来看今天行情 这几天我一直在卖股票 大家应该有感受到 你看4953微软 ABC 4月17ABC调整 ABC调整 冲出去 冲出去之后38% 我叫会员100块钱卖 就99.5% 差一条 差一条 沒關係啊 够回港金没的啊 所以我们隔天 97块钱出掉 你看是不是掉下来了 但法人还在买 法人还在买 法人并没有退 法人并没有退 可是法人没有退 并不代表它就不会休息 指标高了之后 它就维持在高档震荡 所以上礼拜我们开始 微软就开始封高买了 包含 6605的地宝 地宝也是 4月17 建高点ABC调整过 4月17 ABC调整过 冲出去 四十八月 二月五十四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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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一收发布 再发布之后 不够强 隔天 开盘前通知会员 开盘下出清 那四十八月五十二块 五十二块 五十二块钱 也贪了十八条 那你还买是不是掉下来 是不是掉下来 剩四八 又回到原点了 包含2337望虹 2337望虹 我32.5买的 32.5买的 营收不够强 拉上来 32.5赶快卖 礼拜四的时候 最高点正好就在 32.65 那32.65 32.5也很好 你不要 当然6月也没多 也不多 可是暂时起不来 这个要洗啊 跌跌不多 涨涨不多 大家要帕队 帕队完了等到旺季 财报出来之后才会动 旺虹今天表现都还蛮不错 可是现在不会马上动 现在不会马上动 我今天卖国泰金 今天开盘前我就跟会员讲 挂41.5卖国泰金 就果然拉上来 最高来到41.7 是很好的 买盘 拉40.9 但还是很强 大盘跌了 123点 他还收红盘 也很强 可是强并不代表你就 一定要抱着嘛 对 36.5的 白起来 做一个差跌没关 金融股做一下差价没关系 今天2823的国泰 中售 为通知会员22块钱先卖 做差价 结果22没来 来21.75 没关系 大盘漏百几点 要漏两千而已 没差 尤其 尤其我们是 16.8买的 又贪三千多 可是暂时指标 高了之后 高档要震荡 高档要震荡 拉高就先卖 做差价 所以股票 该进该出 哪怕做一下差价都没关系 汉与伯德我们上礼拜 跟会员讲 有40块钱附近都卖 礼拜四的时候最高点 39.85 是不是40块钱附近 差两条而已啊 只差0.15元而已啊 现在就掉下来了 剩37了 这个还在整理啊 不要急 在这整理不要急 营收部分还不错 5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同期的历史新高 可是 攻击的力道还没出来 就不要急着 预期 我们上礼拜也开始 一路卖预期 预期更明显啦 4月17间高点ABC调整 82块开始挡 40几% 40几% 最高来到117 我跟会员讲 115 110都先走 你看今天又回来剩下102 但 你都还是赚钱的啦 但这种股票回也不会多 5月营收比4月份 大幅成长快2倍 6月7月营收还会再判高峰 可是6月7月营收判高峰 指标已经在高档了嘛 对 所以它会洗 洗的时候 关心没的啊 都要点击就好啊 在营收发布前再来低接 等到营收发布后 它又冲出去 这整个大多头是还没有结束 可是暂时 这里做一下区间差价 没关系啦 我在上面110上面 也是叫会员先退 今天电子卖要很重 今天电子卖要很重 稳帽 今天早盘开到297 其实现行还是很强啊 那245月的 最后起那两百到就穿 我很多会员间 295 297 都风高先走 那如果没有走也没关系 这拨拨不清 你看这三天 连山三天大半落多少 连续三天 礼拜四跌185嘛 礼拜五跌105 今天又跌123 三天到下落四百几点 六四百几点稳帽 三天跌湘金来得税 算是很强的股票 而且今年EPS 15块钱以上 成长50% 可是短线指比较高啦 来回震荡洗盘难免 所以这种你就可以来回 做一下差价 双红今天尾盘掉下来 原本一直很强 到最后被压下来 收盘跌4块钱 可是礼拜五涨4块 那今天跌4块 两天加起来正好打平 可是礼拜五加权指数 跌了105点 今天跌了123点 两天加起来 露大概230点 它两天加起来是持平的 所以也很强跌啦 也很强跌 这个近年获利也是会 創历史新高的 但指标再修正 来回做差价没关系 操作上可以灵活一点 鸡猿店就很强 鸡猿店 因为大盘比较弱 鸡猿店在这里足底 可是获利很强 已经3个月创历史新高了 到10月份营收都还会再上去 所以它这个底部让它打完之后 只要33又站上去就再衝啊 你看礼拜五大盘跌100多点 它涨2毛 今天跌3毛 没什么差跌的 所以这种股票跌 底部的股票你又不怕它 啊拐的你不让它摸 涨高的不要去摸 你看今天被动元件的部分 早盘要涨不涨的 收盘就掉下来了啊 但跌也没有跌很多 环球金的部分也是一样 环球金早盘一度来到 388.5 收盘跌了2块半 这种300多块钱的股票跌2块半 是一点点而已啦 这到最后才被压下去的 这是属于 指标高在修正的股票 但指标在修正 你来回做一下差价没关系 可以做一下差价 我今天会送给大家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 你没有来听演讲 你不知道 这份 40党业绩很烂 股价在高档的地雷股 今天好的一点是 防疫股都很强 防疫股强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代表多头的轮动结构还在 虽然今天电子股卖要很重 可是今天防疫概念股很强 尤其是在原料药的部分特别强 那生技股强 防疫概念股强 代表多头还在轮动 所以多头架构还存在着 可是你要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句话 三天里面缺口也補不掉 你要税里 代表这一波 三千多点已经 暂时告一段落 或一波比较明显的回档 所以到时候个股该卖你要卖哦 懂什么 所以这个礼拜的缺口要特别注意 今天防疫概念股还不错 所以代表整个多头结构还没有完全的破坏掉 可是个股的表现不一样哦 这40加都是业绩很差 人为因素潮很高的地雷股 到时候大盘如果真的要修正的话 这40加会首当其冲 这40块你一定要闪开 想要了解这40党的 你可以打算进来免费索取 我会提供给你 希望你能够避开最危险的股票 我们的服务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您打算来免费索取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限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